这一节我们就来讲Elementor这个编辑器 它是一个变化极端丰富的编辑器 而且透过外挂的安装 还有我们之前的章节讲过 我们买了Extra的付费版的加强Elementor编辑器的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进入这个Elementor编辑器 现在我们是这个熟页 进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左边的功能力变得非常的多 这个就是左边这些元素的功能 像这个是插入这个Intersection 就是可以把它左右切开来 比如说把它放进来 它就帮你自动变成左边一栏右边一栏 就变成两个栏位 这个标题把它拉进来 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打字标题 我们先把我们这些元件就先删掉 我们来分析它的就好了 删掉的时候就是直接把你这个元件点一下 这边有一个这个右边按钮 这边按删除按右键删除就可以了 可是不要删错了 因为我刚刚是新增这一个 可是现在找不到了 你可以把它自己随便拖曳 拖下来这边 OK找到了 按右键把它删掉 好 那我们先来分析 它本来的样板就好了 我们先不要去加自己的样板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section 就是最大的方框 然后底下这边又有一个section 然后底下这里又有一个section 这个叫段 这边有一个section 然后这边有一个section 结束到这边就结束了 所以它的最大的组成元素就是section 最大面积的组成就是section 然后在这个section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样式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放了一个图片 就是这个图片 那上面的airprox3 那这个字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在这里 我们就把它点进去看一下 其实我本来以为这个airpro就是一个图片 后来才发现原来它是一个文字 但是它不太好找 找不太到 因为它被叠到下面去了 所以无法去选择到这个文字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把它选一下 发现这是一张透明的图片 所以它透明图片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底图如果有什么颜色的话 就会出现在上面 所以这个方格子是透明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section它的底图 样式的地方看到它的底图是这张图片 所以是这张图片 那上面的叠了一个这个鞋子 那鞋子本身有透明度 所以会呈现它的底图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鞋子按删除的话 你会发现 诶这张这个文字 总算出现了 那我们看一下 点一下这边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文字其实它就是一个标题 它是拉一个标题进来 标题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个标题的元件 它是拉进来这边 所以我们点它就可以看到了 在这边就可以去修改文字 这是标题 这样就修改完了 可是刚刚那张图片被我们删掉怎么办 没关系我们就到这边来 自己再拉一张图片进来 然后这边选择图片 然后找一张鞋子 按插入就可以了 然后你会发现 这张图片它没有透明度 它没有透明度 没有去背就对了 所以没办法 我们一定要找回原本的那一张 那一张 那双鞋子 好像是这一张吧 你要看一下这个图片 如果是PNG档的话 它才会有透明度 如果是 JPG档的话 好像这个JPG档的话 它是没有透明度的 所以要找有PNG的 它应该是有透明度的 因为只有PNG档跟GIF的图片档 才可以用透明度来做显示 那我们用这张 这个也是PNG 我们一开始这是蓝色的 我们故意选这一张 看一下是不是透明度 果然是有透明度的 修订记录 然后回到之前的步骤 回到我们之前的步骤 它记录每一个步骤 最下面是最刚开始 最上面是最新的步骤 所以我回到这张图片 还存在的步骤 所以你就知道了 它的元素就是 这是一个标题 然后这是一个照片 这边都会有写 这是一个图片 这是我们刚刚自己新增的 可以把它删掉 接下来 这是一个按钮 你把它点一下 看一下这是一个按钮 接下来我们再看 下面这个section 一样点它 然后发现它是一个标题 然后下面这个点它 它也是一个标题 这边 下面这个把它点开来 它也是一个标题 然后下面这个元件 我们把它点开来看一下 这个就比较特别了 这个是Woo Products 就是Woo Comments的购车里面的产品项目 而且它会轮播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Woo Products 到底是哪一个元素 我们把它点这个九公壳来看一下 这边有很多 有很多 可是有锁头的你是不能用的 像这个有锁头的这个代表 要去购买付费版才有 那我们这个Woo Products 我们来搜寻一下 Woo 是这一个Woo Products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个也是会轮播 这个section 然后我们点这一个元件 它是ImageGallery ImageGallery是图片的 搜寻一下 IMAGE GA 这个你看也是UAE 也是付费的这个外挂 然后它多出来的elementor的功能 否则原本的elementor免费版 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所以它会轮动 然后再看一下右边这个元件 这个元件就是info box 我们来选择看一下info box是什么 你看也是UAE 也是这个付费版的extra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个元件 这个section 里面呢 把它点开看一下 蓝 蓝就是一般的 这个把它点开看一下 这也是标题01 然后底下 动到了 把它拉回来 底下这个就是图片方框 我们看一下 图片方框 是付费还是免费呢 图片方框 这个 这是免费版本的就有了 所以免费版就是你看它的 右上角都没有写任何标签 这是免费版本就有了 然后我们再到底下来看 这个section 这个段 里面 这个元件是什么 一样info box 一样是付费版的才有的功能 然后底下后面有这样图片 对不对 我们点这个section 然后看样式 就是这样图片 可是颜色不一样啊 为什么因为它有背景覆盖 它背景覆盖这个颜色 背景覆盖这个颜色 背景覆盖这个颜色 等于是套上一层滤镜的意思 再来看底下这样就结束了 所以Elementor的编辑器呢 它就是从左边这些元件把它拉进来做编辑的 那它的功能有非常的多 我们看基本就是免费版 它就有这些功能 到这边 然后Elementor的专业版就是我说每年都要付费的 我不想买的就是这些 你看有锁头 这边都是我们安装的 UAE之后产生的功能 功能也非常的多 非常的棒 可以一个一个去尝试看看 所以你可以从每一个范本去观察 它们用哪些元件呈现出你要的效果 然后跟着去模仿学习就可以了 如果你这样的时间很多的话 你再一个一个把它拉到右边来做尝试也可以 但是最基本的我们要了解就是 怎么样去新增这个section这个区块 很简单就在这边按加号就可以了 然后它会问你你要不要切栏位 如果不切栏位的话就选这一个 那这样一个大区块就出来了 然后你再从左边这边把元件拉进来 放开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那你如果后面要放底图的话就点它 然后按样式 这边是选择背景 这边就可以去选择图片 然后去选择一张比较大的图片 比如说1920x1080 那这张大图片就填满它整个背景图了 整个背景的面积就被填满了 然后你再去放这些你可以去学它们 这些我要放标题 或者是放图片 这样 所以要先学会新增section进来 那你看你要不要切栏位 好像这个我要切三栏 它就帮你切好三栏 然后再把元件丢进来 这样你就学会了吧 Elementor编辑器它真的可以编辑出非常精彩的页面 而且它的每一个元件里面都有很多的设定值 比如说刚刚这双鞋子我们把它点进去看一下 那这边这是一张图片 然后这边有样式 样式可以去设定它的宽度大小 还有它的不透明度 甚至还有进阶的地方 进阶的地方这边就可以去调整它的位置 看它这边 如果你把它设成0的话 其实它图片位置其实在这个地方 那在预设它要用负的值 所以它就跑上去了 最后我们再看 假设我今天 不是单纯用这个方式去新增空白的section段的话 我们用这个方式 新增 你就可以去选择我要区块 还是要页面 比如说区块 这个Pro的我们就不要选 因为这个Pro代表什么 Elementor的Pro版 付费版 那你可以去选择这些 没有Pro字样的 然后你按插入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它会要求你 去跟Elementor这个网站做连线 所以我一开始有说 要在Elementor去申请一个免费账号就可以了 然后按Get Start 它会要你去做连线 这个就是连线的画面 这个网站就是我现在在编辑的网站 跟我的账号 这个就是我在Elementor那边新增那个账号 免费账号 然后按Connect 连线在一起 好这时候呢 就连线成功了 那它就自动把我刚选的那个区块 下载回来 放到我的网站里面 加速是也很快 然后你再去做编辑 那我们再新增一次 我们刚选的是这个区块嘛 那我们甚至可以去选页面 假设你是一个完全新的页面 完全空白页面的话 那你直接来页面这个最快 比如说我选 然后 你看觉得这个 页面满完整的不错 好我要 我就加按插入 把整页全部插进来 这样整页都进来了 有没有 有没有够快 整页进来之后呢 你再自己去做编辑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最后最后再讲一个 如果你要做一页式网站的话 所谓的ES网站就是上面不要有这个选单 甚至我下面 这个页尾我也不要 那怎么做呢 我们就直接到后台去 我现在先不要存档哦 我先不要存档哦 我就直接跳到 后台仪标板去 离开 我们就把它关掉 在这个编辑画面里面 我们到右边这个地方 把它全部勾选Disable Sections 就是 上面那个header 我不要 手机header 我有不要 title 我有不要 面包屑 我有不要 面包屑就是那个 主页 然后次页什么什么 上面那个选单的 层级 那个我有不要 然后footer 我有不要 最后再按更新 然后我们看 检视页面一下 好你就会发现 他就变成了一个 ES网站 上面都没有选单了 够干净了吧 下面也没有页尾了 这个就变成 ES网站了 除非访客知道斜线之后的网址 否则 他没有选单可以去跳转到其他的页面 所以讲到这边 应该就很 容易体会 一个网站的整个结构 然后怎么样去自己制作一个 ES网站来吧